赵先生在杭州做房产中介 他说去年12月带客户陈先生看过商铺 对方准备在拱束区开一家品牌面馆 那天就带来看了很多店铺 后边大概就是我们快要分手的时候 我刚好走到这个地铁口 他说在这里看到这个店铺在转让 他说是楼上楼下的79方 年租金18万 转让费5万 他说他回去考虑一下 商铺在萍水街47号 赵先生说他和客户当时找经营者沟通 没有当场确定要租 后来他向客户推荐过其他店铺 但最后都没有在他手上成交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我真的装成了机构 我说这个店怎么这么熟悉 我一打就是他的 我说这个店你不是租掉了吗 你为什么当时你跟我说你没有租呢 你也不跟我讲呢 就饿一逃当呀 赵先生认为他帮客户找了店铺 也帮客户分析了各个店铺的优势和弊端 最终对方租下了一起看过的商铺 应该支付中介费 我说你要么就是补伤一个月 按我们你中介费多少你补多少 中介费我们是一个月的租金 就是一万五吗 这家店的招牌写着 面总管 营业执照是个体工商户 店长表示负责人不在 记者联系了老板 这个他不是带我看的呀 我们是路过看到的呀 就是他带我看另外一个店面 然后这个店面是我们路过碰到的 然后这个应该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就是碰巧就是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在转租 那天我们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先跟你说 刚好这里有一家店 我要不要去问问 你说可以的 我就去问了一下 我为你提供服务了 那就是我帮你找到这里 最终你成交了 那是不是这个就是叫讨单行为 店老板认为 不用向赵先生支付中介费 这次双方仍然没有协商一致 记者也联系上了这间商铺的前租户 他们一起跟我谈的嘛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就大致聊一下嘛 然后后面去嘛 那个那个那个老板也跟我说 他那边就不用去管他 他中介那边 我就直接跟那个 我都是跟陈翔在沟通的 觉得这个中介 他应该收你这个 你这单的中介费吗 我觉得不应该收 怎么应该收 他没有那个任何的参与 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跟他见面一下 赵先生表示以后会考虑通过 签订代看协议的方式 保障自己的权益 要把18黄金也接着报道